影视剧中有很多你叫不上名,但他们演过的角色绝对令你终身难忘。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年爆红的《当家花旦》都怎么样了。 第一位,陈沙丽,戏红人不红,她演的戏你一定有看过,她被称为太后专业户,恶婆婆专业户,她出生于山东青岛,但长得很有混血儿的味道,五官非常立体,也因为她的长相有些阻碍了她往后演艺事业的发展。 陈沙丽高中毕业后,就进入广告公司,兼职拍广告片,之后又被朋友介绍去演戏,在70年代是台视的当家花旦,23岁的时候就凭借电影《洛英侠》获得第九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,74年就开始在电影中演女主角,1977年至1981年连续五年获得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与最受欢迎女演员。 年轻时候,她也是大美女一枚,刚出道那几年,她只拍电影《深邃的眼窝》,洋气的打扮,看起来就像个混血女郎,她还与林青霞有过多次合作,她的事业也不算是顺风顺水。 在82年,她离开台视,转入中视发展的五年间,她没有一部作品问世,直到87年她开始街拍电视剧,在《珍珠传奇》中,她饰演一个小配角史夫人,这是她的首部电视剧作品。 90年代开始,她就只能接演一些婆婆,太后类的角色,当时她还很年轻,但因为她的长相有些像欧美人显老。 91年与刘雪华,江恩俊合作的《甜蜜战争》是她首次出演婆婆角色,92年,在刘雪华,和嘉靖主演的武侠剧《书建恩仇录》中饰演黄太后,这是她首次出演太后角色。 在这之后,陈沙丽的迎评形象就开始固定,都是婆婆太后类的角色,如今74岁的她,不仅把日子过得精致,还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选择优雅老趣的她,让人欣赏不已。 陈沙丽说,人这一辈子,不能什么都得到,要懂得知足生活才有乐趣。 陈沙丽已经有着74岁高龄,但依然还在娱乐圈里活动着,真是美了一辈子,也演了一辈子。 至今活出的人生正如戏,而不变的是她那美丽的容颜,一直把最美的展现给大家。 第二位,刘玉璞,人的命,天注定,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,这句话都是适用的, 包括娱乐圈。 很多大红大紫的女明星,如梅艳芳、邓丽君、陈小旭等等,都没能活太久,英年早逝。 和她们一样,有一位女明星,也曾经是红极一时,在最当红的时候选择嫁人回归家庭,最后却患得了抑郁症,吞药轻生。 死去三天才被人发觉,这位女星就是刘玉璞,她的生命就像流星般璀璨又短暂,虽然说取得的成就并不是别人无法逾越,但是也曾经大红大紫,塑造了很多让人记忆深刻的经典角色。 例如金庸武侠电视剧《以天屠龙记》里面,她饰演的赵敏这一角色,那个时候她才21岁,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像刻板刻到了人的心里面。 1963年出生的刘玉璞,来自于台湾省,有一个十分严厉的军人父亲。 这位父亲由于太过的严厉,经常对刘玉璞进行拳打脚踢。 与此同时,刘玉璞还透露过,童年时期还被对她意图不轨的人欺负过。 总而言之,刘玉璞的整个童年都是灰暗不堪的,为了能够尽早地摆脱如此的一个家庭,刘玉璞很早就踏入社会出来打工讨生活了。 机缘巧合之下,长相十分出众的她,被星探相中了,拍摄了一个口香糖的商业广告。 也就是这个广告,刘玉璞顺利地被邵氏影业相中签约。 1982年,刘玉璞出演首部电影作品《足宰抽车》,凭借阿喜这一角色正式出道。 在刘玉璞众多的影视剧作品之中,真正令刘玉璞成名的还是《倚天屠龙记》。 当年的《倚一部倚天屠龙记》属于台势的第一部金庸作品,男一号是当年帅的刘游当红小生刘德凯,而刘玉璞则饰演秀奇英俊的赵敏这一角色。 电视剧《易经》播出,刘玉璞瞬间成为台势的一姐当红花旦。 知名度大打开之后的刘玉璞,再接再厉,陆续拍摄了很多的影视剧作品,很多的都成为了经典,比如说《孤见恩仇记》、《金粉世佳》、《新飞狐外传》等等。 刘玉璞饰演的角色几乎各个都是经典,这也令她一跃而起达到事业的最巅峰,成为该地区的一线女星。 然而事情往往不是尽如人意的,在外界看来做出如此大的牺牲的刘玉璞,接连地生下了两个女儿,再加上生活上的其他的一些琐事。 刘玉璞和丈夫是隔三差五地吵架,大吵小吵轮流着来。 长时间的如此,刘玉璞患上了极其严重的抑郁症,最后婚姻也走向了结束。 2007年,两人正式离婚,把人生所有的东西都堵在了婚姻之上。 换句话说,就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面,婚姻的结束让刘玉璞倍感失败。 抑郁症一发不可收拾,愈演愈烈,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,轻生十多次都没能成功。 最后在一次父亲的刺激之下,刘玉璞一口气吞下200多片的药物自杀,还好被身边的人及时发现送到医院。 然而谁也留不住一个一心求死的人,2009年,刘玉璞被教友发现可以死在了家中,经鉴定距离死亡时间已经有三天之久。 刘玉璞去世时享年46岁,年仅如此就香消玉损,让所有的人倍感惋惜。 童年的阴影是造成这一切痛苦的最终根源,所以才在多少年以后还一直挥散不去。 父亲是他一辈子的噩梦,多少人和他一样,有一个不幸的童年。 所以说,如果你准备给一个人生命,那么请为他的未来负起责任,你说呢? 第三位,刘兰希,提及刘兰希,或许众人已经没尸膜印象了。 其实,七八十年代,她真的很红,可谓影视歌三期全面发展的大明星。 她15岁出道,出演首部电视剧金玉园,便一夜爆红。 16岁成为签约歌手,第二年发布了首张专辑《夕阳恋曲》,其中《小雨中的回忆》《夕阳恋曲》等传唱一时。 此后三年,刘兰希又分别发布了《风儿别敲我窗》《夏夜》《北风》三张专辑。 其中,微风细雨,一度火遍弯弯,甚至还被天后邓丽君翻唱过。 后来她开始涉足影视剧,八十年代初,琼瑶筹拍《聚散两一一》,偶然见到刘兰希,她当即拍板,她就是中可会。 于是,刘兰希成为初恋琼瑶女郎。 后来她主演的《追女仔》堪称黑马,跳房高道,直接将新一程的业绩拉到全岗第一。 就在发展势头一片大好时,二十四岁的刘兰希官宣了结婚喜讯,同时她表示不会因为结婚而放弃工作,也不会免为其难在演艺圈中蹉跎岁月。 彼时,谁也不会想到,刘兰希的命运会由此转了个弯。 那时,刘兰希已没有什么事业心,所以婚后她直接退圈,和医生老公梁荣基去了美国。 正是在梁荣基的鼓励与影响下,刘兰希开始接触佛法,并日渐沉迷其中。 两年后,丈夫回国行医,而刘兰希却选择留在美国法云寺继续学佛。 时间一长,她竟然想顿入空门,最初家人死活不同意,可是刘兰希非常坚决,双方僵持了三年。 1991年,父母和丈夫最终成全了她,从此她成为道容法师。 剔度时,父母流泪不止,刘兰希只能不断在心中默念着,不要哭,不要哭。 她明白,自己的欢喜选择是踩在许多人的泪水之上。 她说,学佛是方便又经济地寻求快乐方式,而悟到的喜悦是外界无法否定的,我很高兴找到了人生的归宿。 就这样,刘兰希彻底远离城市喧嚣,潜心修佛三十余载,关于她的新闻也几乎没有了。 没想到再次听到她的消息,已是生离死别,2022年1月10日,她在美国圆寂。 第四位,简佩恩,因出演《神奇妙算》刘伯温成为台势当家花旦,随即转至三立发展,说她是三立一节,一点也不为过。 不过,最近她主演的《八点档》《我一定要成功够牵手》都没有很高收视,要真正走进观众心中,还需努力打拼。 同样是曾经的当红明星,如今却有人安享晚年,有人离奇惨死,最后让我们祝福他们能够越来越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